而台東火車站這一個大路口呢 經常發生車禍意外事故 居民表示說這個地方呢 人車很容易輕忽 經常發生意外 對此台東警分局也表示說 會邀請相關單位來會看 避免類似的意外再次發生 車輛行進到路口時紛紛減速 在確認來車後才繼續向前行駛 台東市新安路二段 宇勒立路的實際路口 因為位處於重劃區 先前道路整治過後 道路比直 又因為會在台東火車站 附近民宿林立 在假日時段車流量大 但該路口警設有閃燈警示 並沒有紅綠燈 也因此時常發生車禍事故 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 三年內就看了好幾次 撞得很嚴重的車禍 這個路口其實已經發生了 四到五次的車禍 我們是覺得非常的危險 應該要找一個方法來改善 其實設紅綠燈是一個最快的方法 但它不見得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覺得這裡的紅綠燈其實也相當的多 可是如果說在沒有辦法之前 可能設紅綠燈可以先暫時可以有效改善 這樣的車禍的可能性 而就在五號的下午 這裡又發生了一起車禍事故 兩輛轎車在沒有減速的情況下 發生了交叉撞擊 造成一名駕駛卡在車內 所幸在經過警銷人員救出後 並沒有立即的生命危險 而台東警分局也表示 將在邀吉相關單位進行會堪 有關民眾的建議 金本分局已向相關單位提出建議 相關單位會在近期 雖然地方居民希望能夠增設紅綠燈 減少車禍事故 但當地的里長認為 駕駛人要有正確的行車觀念 在行進入口時減速慢行 否則即便是增設了紅綠燈 也是於事無補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 到